各位你好 我是心齋 一念不生 萬元放下 藝海夏老師治療 元魂久治不育 去用六個經典處方化解這個難題 講起元魂很多人都經歷過 因為頭暈 我們就有個名詞叫做我魂了 可以見到元魂這個狀態是很常見 據統計元魂症佔內科門診病人的500% 也就是說 每20個人就診的患者就有一個患有元魂 元魂症西醫不容易明確病人 嬰兒治療效果欠佳 中醫通過四層合餐 找到元魂背後的病基 可以達到標本兼志的目的 今天就分享魂師的經方大總結 現代醫學認為元魂是因為 機體對空間定位障礙而產生的一種動性 或者位置性的錯覺 從而將元魂分為真性元魂 和假性元魂 真性元魂指的就是由眼、本體、覺 或者前庭系統疾病引起的頭魂 而假性元魂就是由全身系統疾病引起的 好像高血壓、糖尿病、藥物、中毒等等 假性元魂的患者只是感覺飄飄蕩蕩 沒有明確的轉動感 元魂作為一個內科疾病 或者叫做以鼻喉科的疾病 雖然症狀是非常明顯 也很容易診斷出就有元魂 但是現在醫學想要確定元魂的病因 卻非常麻煩 需要很多的檢查 來排除系統性的疾病 好像心血管疾病、貧血、尿毒症等等 元魂不僅需要進行醫科的檢查 眼睛的檢查、神經系統的檢查 還有內科相關的檢查 以及影像、血液、生化等等檢查 即使如此 仍然有很多元魂患者在西醫院裡 找不到明確的病因 中醫對元魂的認識則相對簡單 診斷也不需要植助這麼多檢查儀器 只是需要通過中醫的四診 便能夠找到元魂背後的病因 從而標本堅持 這樣中醫是如何認識元魂的呢? 早在皇帝內經裡 已經將元魂講得很清楚了 掃聞至真耀大論說 珠峰、吊嚴、皆屬肝 指出的元魂的病因是肝 原因是因為元魂的主要症狀 表現為頭魂、木圓、或者突然魂倒、或者暫立不穩等等 這個根自然界的風邪致病特點接近 而肝主峰 所以內經的病基十九條 將元魂的病因歸為肝 後世現在在內經的基礎上有所發揮 出現諸如無痰不作圓、無虛不作圓等說法 為我們診斷元魂提供了非常寶貴的經驗 魏凱夏老師對元魂正有獨度的認識 他講人體的空格以上就好像一個天平 天平的兩邊就是人的耳朵 天平的底座就是人的空格 一個天平想要保持平衡 最重要的是底座一定要水平的 如果底座出現問題 好像空格有水氣 就影響天平的平衡 人就會產生漁魂 所以魏凱夏老師治療漁魂多重治水入手 魏凱夏常用的經方有以下六個 第一,寧貴術金湯由福寧貴之白術金草組成 具有溫陽化飲的功效 魏凱夏用於中格有水而造成圓魂 這個水是冷水不能夠被人體利用屬於廢水 這個就是魏師所說的天平的底座出現問題的情況 患者表現為站起來或者坐在這裡改變身形的時候 圓魂的狀態是會特別嚴重 這個時間因為空格有水改變體位的時候 這個水就會來回晃動 造成天平的底座不穩 人就會產生圓魂的感覺 魏師治療這種圓魂用的就是這個方法 第二就是真母湯 由福寧、白卓、山姜、白術、泡芙子組成 具有溫陽、利水、葬、腎陽之功 如果患者是屬於寒濕溫質的人 物比較細小而馳 同時口又不渴 而胃口是不好 腳冷而且無力 這個時候可以考慮用真母湯來治療 第三 小健中湯 由胃脂、白卓、脊甘草、山姜、大祖、兒堂組成 具有溫中補虛、患急止痛的功效 常用於患者圓魂 症狀是臉色蒼白、身體虛弱 並且伴四肢無力 這種情況 魏師就用小健中湯來補虛奴兒治療 第四是五菱散 由朱菱、摘石、福菱、桂枝、白術組成 具有化氣解表 泥水續飲的功效 如果患者又圓魂又口渴 小便不利甚至嘔吐 魏師就會用五菱散 通過去全身的水 來治療圓魂 第五是摘射湯 由摘射白術組成 兩者比例是五比二 具有補皮製水的功效 這個方子就是魏師 常用於原文時出現眼前發黑 就是所謂的霧原 這個代表深夏有之飲 深夏子的是衛軟部 是來自皮藏裏的積水 這個時候使用的經方是摘射湯 第六是葵子、福寧省 由冬葵子、福寧組成 具有通利水道、燒水 除種的功效 這個方子用於比較特殊的原文 當孕虎水氣倒到全身出現水種 而且小便難的時候 魏師就會用這個方 以上就是魏師治療原文常用的六個經方 可以見到魏師治療原文 多是從治水入手 其實所謂的無虛不作原 其核心病機 仍然是體內的水氣佔據了 氣血的位置 導致氣血相對不足 而治水屬於去邪 邪去則靜安 通過去水氣 人體的氣血是會回復的 即是虛正得治 原文得存 不過需要注意的是 這些治水的方子 需要在患者靜氣上足的情況下少用 否則需要在辯證的基礎加減使用才好 多謝大家收聽 我是心齋 隨遇而安 隨緣自在 大家喜歡的話 請記得點贊 分享 和訂閱全部 拜拜